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再来看感应篇第101集 前面一集 就是第100集 我们曾经讲过 心读冒词 会识为人 这两句 这个境界非常之广 非常的深广 我们要细心体会 这个凡是远悟性 对待别人 欺骗别人 获得自己的利益 欲望 受用 都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罪过很深很深 末后一句 走到火中 在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上 太多太多了 也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 这些 学思说法如恒好上 我们如果轻易听信 这个禅言 听信 谣传 这一生 你所遇到殊胜的佛法因缘 就非常可惜 断送掉了 你不能怪别人 只怪你自己信心不坚定 你为什么不信佛 为什么不信祖师大德 唐朝 善导大使 诸杰 观无量寿佛进 他的诸杰的名称 叫观金四帖书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几遍 其中 上评上申章 还特别提出来单独的讲过 我们也有小册子留头 善导大使劝我们 要听佛的话 佛的话在哪里呢 经典 无论什么人 来跟我们讲 与佛所讲的不相应 我们决定不听 他说证了果的阿罗汉 有大神通的人来跟你讲 讲的也不相应 怎么办呢 不听 菩萨来跟你讲 地上菩萨来跟你讲 等着菩萨来跟你讲 讲的跟佛经不相应 都不可以听 决定是邪道 不是真法 最后说了 如果佛来讲呢 佛佛道同 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一样 如果不一样呢 那是假佛 那不是真佛 真佛决定是道同 佛佛道同 佛没有那样一样的讲法 沈岩道大师讲的非常恳切 经文很长啊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末法时期 邪思说法如恨或啥 啊 似是而非之法 充斥在世间 我们不得凡夫 有什么能力辨别 真正有福德的人 有善根的人 那就是一老四 老四 不欺骗我们 我亲近黎宾南老巨师十年 他非常谦虚 不敢以老四 自认 我们尊敬他 我们尊敬他是老师 他对待我们像同学 教导我们 以应光大师为师 应光大师是他的老师 我们做同学 我们做同学 人谦虚到这种程度 这是近代 我们要修尽宗 真正的大善知识 我们知道 应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师之菩萨才来的 现在这个社会 自称是什么佛在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多的是 我昨天还看到一封信 中国东北来的 寄来的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寄来的 他说他是大师之菩萨 那古时候有这个例子 要说明他自己什么身份 他马上就入班列盘 他是真的大师之菩萨 他说了之后还不走 还想跟我见面 他不是大师之菩萨 他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看看中国历史上 身份一铺路 立刻就走 绝对不会妖言厚众 这是真的 说了不走 还到处宣传 还搞明文立养 这人决定不是 我们要认识清楚 不要以为他说是 献一点神通 妖魔鬼怪都会献神通 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死 借淫众生 决定忌讳神通感应 神通感应决定有 佛法里头决定不用他 如果用神通感应 佛跟魔就很难辨别了 所以佛绝不用神通感应 佛用正规的教训 神与一三业的教训 这样我们才能辨别 所以不要受人批验 我们学佛 一入佛门 就接受三归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如果听信传言 我们三归立刻就破掉了 听信 谣传 你就归一那个谣传的那个人 你跟三宝立刻就脱离开了 你不是三宝弟子 你是妖魔鬼怪的弟子了 情而易见 难道不懂啊 三归非常非常重要 佛灭度之后 三归的中心是法宝 我们要归法了 那么现在有人破坏佛法 这个破坏佛法 历代都有的 不足以为怪 很平常的现象 什么人破坏佛法呢 魔破坏佛法 就是法师 他很有修行的 没错 不 很有修行的法师 是魔 不是佛 这在佛经里头都有依据的 释述 释迦牟尼佛在世 魔王波寻 跟佛讲 在佛的末法时期 人没有智慧 没有佛报 根性很烈 他叫他的母子母孙 统统出家 披上袈裟 也很有修行 反对佛法 让他大家都听了 佛听到这个话 流言了一言 一句话不说 古人所谓的 譬如狮子虫 还舍狮子肉 现在 现在的术语说 魔浸透在佛门里面 所以不要看到 这个出家的形象 这就真正是佛的代表了 要看他的心形 仔细观察 他用什么心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再跟经典 对照一下 相不相应 如果相应 这是佛弟子 不相应 那是摩弟子 我们要懂啊 要明了啊 才不至于 把这一生 这么殊胜的机缘 错过了 啊 这个 这一段祝节里头 也做得很好啊 啊 我把它念一遍 给你们听听 佛教三规 佛教三规 这个字念佛教的三规也可以 佛教我们三规也行 归佛归法归一身 其至要尽之 中间之佛法也 佛在世的时候 既此法教度众生 佛灭度后 既垂此法一度众生 佛说法生传法 若不归生从何文法呢 若不从法障何修行呢 然以佛法自修 以佛法教人 以辽生死 正菩提为怀者 是生 这个我们要记住 换一句话说 劝你教导你 断我修宣 这个人是不是生呢 不一定 世间好人也劝人 断我修宣 妖魔鬼怪 甚至也有 劝人断我修宣 劝你破迷开悟 是不是佛呢 也未必 为什么呢 妖魔鬼怪也有修宣 他们的道也很高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智慧 比我们大 他也讲破迷开悟 他有一个限度 他不是究竟的 不是圆满的 所以还不是佛 佛是什么呢 佛决定是 了生死 出三戒 超凡入神 这个才是佛 才是真的圣 那么这样说起来 今天我们修宣 几个人能超凡入神 超凡入神 要断烦恼 要破成杀无名 贪货容易 末法九千年当中 决心求生净土 放下万民 这就是神 应光大使 为我们做如是是先 跟我们做这种样样 什么都放下了 所以教人 断卧修善 破迷开悟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这是佛门的审论 如果有丝毫 求明文力养的心 那是假的 不是这个 由于丝毫 贪图享受的心 这个面目就撤穿了 假的 不是真的 有一丝毫 不尊敬别人的心 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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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是 礼尽祝福 还有 清漫 别人 不 不是 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 这一生 不但见到 出家人 我们佛门 四众同修 没有一丝毫 亲满心 其他外道 一切众生 都没有亲满心 这个人 这个是神 他真的是 一交奉心 我们 敬宗 同修 以五个 构目来修行 与五个构目 相应 是神 这是佛法神的 神保 三福 六吼 三学 六度 普贤十月 我们出家的同学们 静宗守则 不能离开 天天要拿来看看 那是一面镜子 照一照 像不像神 如果不像 那我们就是批凡如来 样子像个出家人 实际上是摩子摩孙 这就是古人所讲的 地狱门前 僧道都 我是其中之一了 所以我们揭露经典教诲 最重要的 这几段经文 这个阶段经文 不多 文字很少 我们通通都能够背得很熟 早晚扩松 试问问 能不能说到效果呢 如果我们的心情 与这五个扩穆相应 早晚扩松是功德 如果我们心情 跟五个扩穆相违背 早晚共和早夜 早晨骗腹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一年三百六十天 要骗六百多次 你的罪多深 你不多地狱 谁多地狱 夏老居士 教我们 真干 我们这一生 决定聊生死 初三戒 不可以拿佛法骗人 不可以在佛法里头突立 果报不得了啊 世界 我想中年人以上 都有明显的感触 时间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自己想想我们这一生 这几十年来 在这里制产业 这房子是我的 过几天搬家了 又卖给别人了 搬一个新地方了 住没多久啊 又搬了 你想想我们一生 搬多少次的家 哪一个家是自己的 搬到最后 就身体要死了 一样都带不走啊 全是假的 佛教导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能够带得去的 是你造的业 会带去 你造的善业 得善报 卧业 得卧报 念佛的敬业 在往生净土 这个能带去 除此之外 念一样都带不去 身体都带不去 假的 通通都是假的 为什么要造罪业 为什么要那么自私自利 佛菩萨跟一切众生 不一样的 佛菩萨齐心动念为众生 为正法救助 为利益众生 为为自己 所以你真正明白了 佛菩萨实现在舍法界 做客 不是做主 旅游 不是住家 是游化舍方 哪有人哪有住的 我们在佛际上看到 每一部经都看到 佛在某个地方 没有说佛住某个地方 在告诉你 临时的 住是长久的 在是临时的 旅游在哪里 你看用这个字 意思很深 恨直的万位 都是让我们住 好 今天到了 我们时间到了 这样子